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是不是真的从现在10月中一直到11月初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这个行情就是不温也不热就在这里慢慢盘呢 而至于在产业的消息当中来看到反倒是 有一个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喷发 那就是中国的车市 中国的车市从实际的销售数字来看 真的搅出了疫情以来非常好的成绩单 而是不是真的确定就此回温而商机无限大呢 讲到商机 很多小资族摩拳插长在等着盘中的领股交易 从10月26号要正式的上路 那盘中的领股交易 跟以往的盘后领股交易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交易规则 交易的细节 还有PETBO到底要该注意哪一些重点 我们今天现场三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柯孟聪 柯瑟 柯瑟 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陈杰瑞 杰瑞 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苏建峰 建峰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过去一周为什么我们说台股就在这里慢慢盘 因为您看到了像是拜登跟川普 全世界现在就看他们两个在大放厥词了 你攻击我 我攻击你 最终回的辩论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他们在整个各自摇摆周 还有全国的造势活动当中 势必都是未来一周您要关注的焦点 因为这对于美国股市的联动密度非常非常大 而当然现在要拼 在选前有没有可能推出最新的纾困案 您看到美国的参议院又阻止了5000亿美元的纾困案 似乎在这里要一口气 过关的难度还是非常高 而产业当中看到了在记忆体市场的大变化 SK海力市砸下了90亿美元 买下了英特尔内的记忆体事业 那英特尔跟海力市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呢 而至于在美国的部分现在控告Google 说他们反垄断有官司 那甚至是波及到苹果 因为美国的这个官员表示说呢 Google涉及垄断 他们在苹果的系统当中直接跟他们来进行合作 那一件就是Google的城市 那很多Google相关的城市集当中 都是大家可以直接使用到的 但是这有没有垄断市场的疑虑呢 那如果Google真的败诉 以后您在苹果的笔电或者是苹果的手机里面 没有办法直接来连接到Google 要自己搜寻才可以的话 那对苹果的营收打击来讲会不会相当大 而至于当然在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iPhone12正式开卖了 这一次的预购买气非常非常畅旺 果粉还彻夜排队 不过在相对畅旺的部分 还看到了像是比特币 比特币呢这次PayPal宣布已经可以开放 这样的币别来进行交易 所以看到了它的价值呢 又冲上了一万三千美元的整数大关 所以看到了诸多的利多利空消息 让台北股市在过去这一周 就呈现了一个横向的平台整理 如果我们来看台股日线图 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最过去这一周五天以来 就是沿着均线在这里一下站上 一下失守 似乎你说上党的确有些压力 但是下党也有铁板在支撑 所以是不是真的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就要一直维持这样温吞的盘势呢 我们要请科瑟到镜面前来 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因为在过去一周均线纠结的位置区 其实也透露出来一些端倪 好的 那我想小月讲得很好 像这里来讲都一坨 还好就是比上个礼拜还好 上上礼拜 那这里来讲连叠五天 所以说有一点稍微冷气 回笼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把它消掉 事实上这里就是属于高档震荡 多空打成平手 那我们上次每次来上课 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 都有缺口 可是又来上的时候 缺口都补起了 所以空的也补了 然后多的也补了 这个打成平手 但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日K线来讲 我们讲这条件 理论上压力是很重的 那这里我们提了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观念 我们放季线好了 那以目前整体的架构来看 这条这条季线位置去 粉红色的这条 我们上次来讲 这里跌得很惨 这里灌破 事实上它的一个幅度很大 正式灌破 那为什么灌破之后 它还会是上来 因为它是一个上升的季线 这季线在上升 但是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那我们往三个 这个三个月前去看 我们现在一月 这个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所以说已经在扣这里了 所以下个礼拜到下礼拜五 会扣到这个 1303月 那代表一个什么意思 如果指数不创新高来讲的话 那季线可能会这样 走平 甚至下弯 会走下弯 那上上下下走下弯 那均线来讲的话 如果上涨来讲 它助涨 那如果说跌的来讲 它助跌 所以说下个礼拜 这个指大家记一下 12 季线12707 当然它是每天在变化 那你就是 随着这边来看 那所以说以目前整体的一个架构是这样 那它这里还好就是形成一个量缩的一个格局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K线好了 那周K线的一个架构来讲的话 也快就是我们就放大一点 那事实上周K线在这边 这一期的一个 非凡前张大区是有写 那以来讲的话 不仅是K线那个胶着 那事实上那个周K线也是呈现一个胶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里出现了一个12周的一个平台整理 那我们从85 那涨到这里来讲 那它是花了19周的时间 那就是涨了4,507点 那以这样的一个架构看起来来讲的话 上涨的一个时间还是比较长 那我们刚才两个拿加起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想是一个所谓的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把它12 12来讲我们来加上一个19 那这里来讲的话是31周 那31周之后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波浪理论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34周的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那我们34周来讲的话是怎么看呢 就是我们到这个11月3号的一个架构里面 11月这个总统大学 那这一周刚好是33周 那33周的一个下个礼拜就是34周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变盘的一个几率就是相当相当大 那我们有学购技术分析的人都知道 这里来讲一定要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K线 你要不然的话就带量往上钩 要不然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跌破景线往下走 那我想未来总统大学的一个变数很大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月K线 那我们下面带KD值 那以目前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周黑线的一个下 这个月K线来讲的话 因为它这个很奇怪 台湾也很少出现这个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利空 我们就叫破底穿头 而且是穿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毋庸置有这里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条上升趋势线 那也就是卡在这里 所以说我个人看法 长线这里要过也不容易 而且它的一个 这个月的KD值 已经来到超买区了 那目前整体的情况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等待利空的一个测试 那如果利空不跌 就继续慢慢往下往上盘 它还是一个还涨急跌的一个多头架构 那我们看一下新闻 大选 这个川普有点紧张 刚刚这个上星期五刚好 最后一场辩论完嘛 但是里面的一个这个民调 但是美国民调不太准 到底谁会出现 就是也很难说 那另外疫情加温 那你看现在 包括西班牙搞不好创世界第一了 那印度统计也不全了 然后法国英国搞不好又要封城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天气越来越冷 这个生股 往上走的一个机率很高 而且这是这个疫苗股 那疫苗股来讲 还没出来之前 我想很多生计股都有这个 都有机会 不排除重返我们年初的时候 指数在大跌的时候 每天防疫股每天涨停板 就是出现很大的一个变数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一个架构 那台币薪止 那我们到11月 11月15号 这个财报的公布 那这个有一些隐忧 而且是出口比较大的 这些可能要小心一点 那平概股 刚才小姨有提过 这个iPhone 12 这个看起来价格还是蛮吸引人的 那台积电我想这个月份 受惠的程度 对也是比较高 而且外资出现一个买超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 而且这个外资 有很多都守住的一个平概股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台积电也是出现这个 蛮量缩抗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下个礼拜一 有零股交易 那这里来讲的话 你有练过投资学都知道 零股交易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市场指标 这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叫 比较厚的一个指标 那这里来讲 我想这些来讲 这个叫上财报 如果比较好的这些个股 都表现相当强势 那外资来讲的话 转向 譬如说滑帆 那就非常非常强 这边的一个低价股 有外资加持的 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 这个选股的一个方向 好我们先请柯子回座 柯子刚才讲到在短中长期 现在似乎就是缺了一股东风 就是往上突破 或者是往下盘跌破 这样子的这个区间 跟指标性的这个方向 那就在这个横向盘整的过程当中 当然产业别的表现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请杰瑞 帮我们做个预告 他今天特别帮我们准备了 在中国车市的专题 从数字来看 真的车市回温 不管是在电动车 或者是在能源车的部分 真的都出现了大爆发 我想今年的一个汽车市场 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 表现的是蛮惨淡的 不过从四月份开始 中国大陆的一个 政策加持的带动之下 它的一个车市 已经销量 已经开始超越去年同期 而且从四月五月到现在 每一个月的一个销售的表现 都是比去年好蛮多的 那第四季 有机会是旺季更旺 那至于汽车零组件个股的话 其实盘面上 最近也是非常多强势的个股 包括利青 包括同志等等 那很多的法人 也针对着汽车个股上销 就是它明年的一个获利预估 所以我想整个车市应该 目前看起来 已经走出最坏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觉得这边来讲 可能指数在高涨震荡 大家可能不敢去追高 可是很多的汽车零组件个股 它的机器都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可以留意 好 那从这产业之外 在交易面的部分 当然也要来关心一下 因为在十月二十六号 盘中的零股交易 就要正式的上路了 而上路的同时 哇 好多小资主 整的在等哦 到底盘中的零股交易 我们怎么样来以小博大 建峰帮我们做个预告 好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知道很多小资主 对于这个零股交易 其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期许或期盼 那但是要交易之前 总是要先把交易规则先搞清楚 那我们再来交易 才会有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在交易之前 大家一定要先搞清楚 它里面有哪些细节 那这些细节或者说 该注意的事项 你不要去犯错 我相信这对于大家来讲才会更有帮助 好 怎么样能够一小不大 在零股交易当中 也能够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我们稍后马上追踪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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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